就是把它做個結束 那最後的話你只要升級過之後 把這一行向左撥向右撥 他會執行這個方法跟這個方法 這一段Ctrl C 其實剛剛同學 我的所有程式碼都貼在上面 你只要懂得怎麼貼就好了 而且我上面其實都幫你們貼得很完整 應該整理得夠清楚了 反正你只要會貼就好了 貼上去就會有完整的東西 然後你就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剛剛的這個程式下方 這個是更新的部分對不對 然後再往下 在我習慣上是貼到這個底下 就這裡 Scrip結束的地方 有沒有的上面 這個地方把它貼上去 貼到這邊 只要貼對啦 這個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也是一個JQ Mobile的韓式庫 當這個文件 on的意思就是說 當它什麼狀態 向右撥的時候執行這個方法 向左撥執行這個方法 所以你把它 在這個地方特別重要 建議是在那個IE裡面run一下 把它執行 或者Chrome裡面run一下 然後呢把它切過來 其實在手機裡面看會比較漂亮 而且還蠻順的 那這個時候你把它向左撥有沒有 向右撥 就說它還蠻聽話的 OK 你會看 ㄟ 不錯 有沒有 就有這個效果出來了 當然如果回去 我是建議啦 你乾脆把這個範例 改成什麼 生活裡面的相簿好了 然後寄給朋友 比如你們出去玩那個相簿 你就把它改一下 然後讓 而且還特別加速說 你App拿到 你向左撥看看 向右撥看看 它會動嘛 對不對 然後它就 這誰寫的 這我寫的對不對 實際上你也只是怎樣 把那個我的範本拿來 摳一摳改一改 就有最新的版本了嘛 那最後當然如果你做完之後 再到什麼呢 再到這邊建一個什麼 Visual Studio 把我們今天的程式丟進去 再執行什麼 執行模擬器 或者是手機上 它剛剛會產生一個APK 那把那個APK 改個名稱 寄給朋友 可以試試看 或者因為我們再來好像有 期末的成果展 對不對 那期末成果展有沒有 其實這個也可以當成是一個 有沒有 成果之一啦 所以回去可以想想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更新完 1.45之後 OK 就可以把程式貼上去了 那如果你不是1.45 即便貼了程式 我試過了 好像也不能動 它就不或渴 不知道為什麼 1.0不行 不行 那第二個就是說 ICON部分 就是我們原來只有17個 你如果說1.45的話 ICON數量會增加很多 所以你那個 有沒有 那個Data ICON 那個裡面 不過在尊貨裡面不會幫你增加 但是你可以用自己打的 把那個名稱打上 圖檔也可以 那個ICON的圖也會變更 另外呢 如果你要制定ICON的話 也一定要新版才可以 因為你舊版 其實我都試過了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試過 試了之後發現 奇怪 1.0就是不行 剛開始還以為是我做錯 後來把它update之後 發現其實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所以未來也許 我們在 將來在設計那個 後面的表單 再來也許回去 各位有時間的話 可以再看一下那個 我上課用書那本第八章 就是表單設計部分 再來就是表單設計 也許就是在Hello World 然後也許就是像BMI 比如說身高體重填上去 然後跳出一個BMI的結果 就是可以讓我們的這個app 具有那個互動性 這個部分我想回去 請各位再試試看好了 時間我想也差不多了 不然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剛剛講的東西雲端上都有 可以自己再把它 複製貼上一下 好